我们先把这个后盖 后围盖的做一圈的螺丝 一圈的螺丝 四个螺丝 包括这两个八股螺丝 全部拧下来 拧下来之后 这个盖子可以抹掉 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线 这两个线是瓦巴线 主要是瓦巴的线 这个是安全锁的线 这个就是立柱线 这个立柱线是有的线 在这个地方 从下面 在这个地方 反正你也有一个线 也有个线 可以把它拔下来 如果你们收到新机的时候 发现有会平的情况 这个线也要需要把它重新插拔一下 它是卡扣式的 插上你就行了 然后 这两个线是显示皮图按键板的连接线 那这一个就是呢 下面的一个实体按键的一个连接线 就这个实体按键的连接线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蓝牙模组的线 给人家转件的 那更换的话 更换喇叭的话 先把这两个喇叭的四颗螺丝把它拧下来 拧下来以后 然后再把这两个喇叭线把它拔掉 然后更换一下几颗